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教以及公布 不过今天先来看这个在关键的选前几个小时 蔡英文他以类似抓到了这样子一个说法 指控马英九买票 我们来看一下蔡英文的说法 特地已经有传闻 总统和立委一起买 那么听到这样的消息 真的让人感到痛心 如果钞票可以换选票 如果总统可以用买的 真的这是台湾的最大的辞入 也是民主最大的悲哀 所以客户你们觉得听到传闻 然后如果这是用钞票换选票 这是大的悲哀 结论就已经出来了 那个传闻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对我 你们这是简的 我没听到他讲的是 买票是绿的在买了 总统立委一起买 包括那个买票到中南部 那杨教授是政治学者 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从这个 非常封城普普的 去了一趟中南部的 昨天晚上在台南高雄 看选举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买票 一定是狼的跟绿的 大家都买的 只是不同的方式而已 对不对 他其实从从政的第一天开始 每一件事情 讲他自己好的 没有证据 他都说是他的 包括两股论也不是他搞的 根本就是个小着急人 然后最后人家说是他的 他觉得可以做绿色酵母 他就认了 那尤其讲那个 做那个发言人那件事 在1998年的国安会谈 董哥讲过很多次 那个根本就是 那个是我真的问过 当时国安会的重要的 某某某某某性 某性负责人说 什么蔡英文做发言人 那个不只要叫他那个插口红 我跟你讲 从台北指挥他 一个内容都是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 讲给他听的 他根本就 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个空心菜 他过去是靠脸皮后起家 就是好的功劳 都是他的起家 现在他是靠抹黑别人 然后那个没证据 讲别人不好 因为他是个女的候选人 你知道他这个女性候选人 你看马英九什么时候 对他本人有出过恶言 不敢啦 因为这个是一个 对 今天如果你要指控说 对手已经开始买票 拿出证据来 在哪里买 透过谁买 人是谁 证据在哪里 一看开来 死定嘛 从来 蔡英文从来没有拿过证据 宋楚瑜也没有拿过证据 白色恐怖 自己怕 因为我怕鬼啊 电磁波 我看到鬼吗 所以有些人 他不需要拿证据 但问题是 大家去追究他 你不拿证据是你的错吗 每个都讲 咖啥无声也知道 这个是对一本中下阶层 这个是很 有好啊都会没好 因为长期的印象就是 国民党买票 国民党买票 民党不买票 但是各位 我跟你讲 我跑检调好这么久 其实很多检察官 调查员 他们最大的感叹是 威权时代的话 党外人士时代的话 那些人真的不买票 买票真的是国民党在买 马英九就是抓会选 抓了很多国民党 所以他下台啊 所以下台了 但是现在 最大的感叹就是 民进党长到天头之位 慢慢壮大之后 买票 民进党买得比国民党还凶 现在你不能够抓他 你没看 只要是 办个绿的 要准备搜索什么的 他就去绝食 然后说 这是司法迫害 不公什么的 所以你司法根本不敢去办 对啊 所以大家其实都知道 因为在这个 大家都执政过了 所以什么管道去 买多少票 怎么样买 大家都晓得 但我觉得今天 那些立委的买票无所谓 可是今天如果你 蔡英文今天总统候选人 你出来指控说 另外一个候选人是在买票 拿出证据来 否则的话 马英九输在哪一点 他不敢向蔡英文一样说 他不敢向蔡英文一样说 蔡英文跟立委一起在买票 他就不去买票 他就不去买票 他就不去买票了 对吧 马英九这个人的人格 就是说明明这一票 他就差这一票 这一票买了 他当选 他也不会去买 就这一票 但我觉得蔡英文 你今天竟然要选国家领导人 拿出点证据来 对不对 让大家看到 你是有凭有据的 在指控对手 随便说一句 我听到传闻 这样子很悲哀 有这样子选举的吗 民进党现在选举都这样 这几年真的像义鸿说这样 他变化这几年很大 民进党现在第一个 指控 然后不用政绩的指控 什么调查局 这些东西 然后到处指控 其实我都被穿 都拆穿了 都拆穿 什么叫陈寅住 都拆穿 而且从来不道歉 就是逃避 第一种方式 指挥特征组 还指挥特征组 说要跑去见特征组的检察总长 然后人家不见就说 你看你不敢办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绝食抗议 你要办我我就 对 从苏之温的案例 第三种就下跪 就下跪 那你可以看到 像过去如修医 现在很多人讲 你真的会不会出来下跪 然后台联就赶快出来 讲东讲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蔡英文 真的他是被民进党改变了 蔡英文真的都学民进党 这个好 因为你讲说 抓到了马英九 买票 汇选 像上次在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说黄俊英 抓到了 你还弄一个 录影带出来 给大家骗一骗 对不对 现在呢 只要蔡英文口上随便讲 传说他们在买票 从总统买到立委 这件事情就定案了吗 这个我觉得台湾的选举 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 疯狂的地步 我们对选举人 候选人的 没有这样子的要求了吗 大家不需要拿证据 随口就说 我们大家就相信吗 其实没有像这个 你讲的那么悲观 其实 抹黑也好 或者散发一个谣言也好 其实也要有这个大环境的配合 讲出去才会有效 我们以这一次的选举来看 我觉得这个讲是白讲的 至少就我们这些学术界的人 我们在各地方这样听 这样看 我们听不到 感受不到 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买票气氛 所以我认为他今天喊出来这个 也不会 你说他抹黑也是抹黑 可是他其实主要目的是告急 我认为这个代表他现在 有一点心虚了 因为他没有什么政绩可以来告急 像马英九讲说 这个只差一点点 所以我都希望大家来支持 就像刚才义红在私底下跟我讲的 今天其实马英九 大家最怕他不当选 这样会把票吹出来 蔡英文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让人家怕他不当选 所以他唯一能够告急 就是说对方在买票 所以我们要赶快团结起来 或者是另外还给自己一个借口 就是说如果对方选上了 就说其实他们是买票买贷的 其实已经先打这个预防针吗 是这样子吗 自己也已经没有信心了吗 是这样子吗 选不上我想他就shut up了 但是我们想看说 用这种方式 如果他不是一个事实 而是你随口说的话 这个领导人 你的人格在哪里 我们大家选民也要看看 你的格调是什么 所以其实不光只是这一项 蔡英文他随口说你买票 好不需要拿出证据 他另外还讲了一下 而且是在证件发表会里面讲的 大家记不记得 他就是讲 马游友们 他们怎么样 他们包了所有政府的工程 我们来看一下蔡英文的指控 这几年到处有人抱怨 政府的公共工程 采购跟尾办的计划 有太多被马游友们拿走 在选举期间 企业界的马游友们 也毫不避讳的 为马总统公开的助选 马总统 这是一个青年的政府 应该有的现象吗 都是听闻以后 然后就变成事实 就有结论了 马游友是很可怜的 本来可以去包工程了 因为他是马游友 马英九当前之后 他就不敢去包工程了 所以马英九为什么选这么辛苦 就是说 当然他的朋友 不会有什么好处 只有坏处 为了避嫌 很多为了避嫌 本来他做的生意 他就不敢去做了 但是他的敌人 还不见得有坏处 对 因为马英九都要去 特别尊重他们 去听他们的意见 当他敌人的话 你还不敢去 他有一点违法 6116好像违法边缘的 你还不敢扳他 扳他是 是你这个司法追杀 政治追杀 不止这个样子 他的背景是什么 你知道 就是因为那时候 大家在讨论宇昌安 宇昌安最可耻的 就是行政院副院长 蔡英文自己批这个钱 拨去那家公司 自己又去那家公司 干董事长 他的背景是这样 所以他就赶快扯出客马游友 这么严重的指扣 不需要拿出证据吗 这个基本上来讲 这个蔡英文这个人 从他一开始的指控到现在 要不然他就是闪避 要不然他就是栽赃人家 要不然呢 他就是那个适可而止 要不然就是坐下来谈谈 像这种人 他基本上 他是经不起检验的 他到 翔教授讲的其实是正常的 就是比较对的 就是他已经知道 我相信他们自己内部 有他们的民调 他们有他们的股票 他晓得 他过了明天晚上开完票 他没有人要理他了 我告诉你 不会有人再去追究他 你们讲得太早哦 而且他被派系就提早了 你们讲太早哦 十秒十秒 政坛不是流行句话吗 马英九没有朋友 王金平没有敌人吗 怎么一选举 这么跑出的 不就马英九来 平时都没有朋友 我选你朋友都会跑出来 因为你蔡英文 你现在是 你可能会当国家领导人 大家都这么说 因为两边确实选情紧绷嘛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讲话 大家都要来检验 你指控 马英九的朋友们 拿了国家的工程 所以他们现在才回头来挺他 请你举出任何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 就让马英九可以整个毁灭 另外你还讲说 这个马英九现在是买票 总统加历委一起买票 举出一个例子 让马英九整个毁灭 举不出例子 你是一个人格有问题的人 而且你是用一个非常肮脏的手法 再来做这次的竞选 我们待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